第1題 同學 我們來看到第1題 有關台灣地質構造的敘述何者是對的 台灣位於什麼 歐亞板塊跟什麼 菲律賓海板塊 所以第1個不對 他說921地震是由於板塊來 台灣是聚合性板塊 台灣沒有張烈性板塊 所以這個題要特別小心 這不是張烈 好 台灣地區多地震 也斷層 折縱是板塊擠壓所造成的 好 注意喔 台灣都是板塊擠壓造成的 所以大家為了什麼 聚合性板塊 聚合性板塊 聚合性板塊會什麼 會擠壓 擠壓就有折縱 而且注意喔 擠壓的過程中 它的斷層 我們台灣的斷層就是逆斷層 逆斷層為多 注意 逆斷層 注意一下 好 所以大家選C 第4個答案說在哪裡 兩個板塊交界帶是什麼 它的交界帶是花東重浦 花東重浦 好 第二題 下位全球板塊的4億圖 請問 嘉一秉丁哪一個年齡會最老 來 注意 你要抓到什麼 趕快抓到中央級 好 那中央級你就要看世界地圖了 世界地圖你要搞清楚 來 現在世界地圖來 同學 注意 你把台灣的位置先找出來 對不對 它這裡畫一個小小的台灣在這裡 小小的台灣在這裡 所以台灣的東邊這邊這一片是太明洋 那大西洋在哪裡 大西洋在歐洲跟美洲之間 所以在丁這裡 所以越靠近這一條線的板塊就是越年輕 那離得越遠的 來 注意聽 這個你注意看那個關鍵 關鍵 你要注意看它的 你要找聚合性板塊 張烈性板塊附近的都是比較年輕的 因為甲也是在張烈性板塊附近 有沒有看到它的符號 所以現在在這個圖形裡面 離張烈性板塊最遠的 以張烈性板塊來講 張烈性板塊最遠的只有什麼 就是以 因為你甲丁拿掉了 你現在看丁 丁是不是也是在張烈性板塊 所以只有丁是在聚合性板塊 所以第二題答案是選V 同學這個注意一下 因為這題目很好找 用甲丁丁都是在張烈性板塊 所以答案選V 地球內部存在有軟流圈 軟流圈 來 軟流圈的話代表是什麼 來 這是怎麼得到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它 我們不可能挖到地底下去 知道嗎 我們不可能把它挖到地底下去 所以我們只能用地震波 你要知道不同介質有不同的波數 所以利用它反射回來 我們來用科學的方法就計算 所以是地震波在地下重播的速度 因為不同介質有不同的速度 那你可以測出來 會產生不同速度 然後才有反射 那不同的速度然後再區 區隔出來 我們地底下的地層 大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密度的分層 好 所以這是地震波來分析的 有地震波分析出來的 好 第四 好 如圖所示 橫渡台北嘉義綠島四個地方 合者位於菲律賓海 然後你注意看一下 菲律賓海板塊是在哪一塊 好 來 現在 同學你看到這個圖形 你要特別小心 菲律賓海板塊就是現在老師幫同學圈出來的這一塊 所以圈出來這一塊 現在位在這上面的剛好就是只有綠島 只有綠島 因為菲律賓海板塊比較小塊 它會被歐雅板塊包屁 所以這個答案是選綠島 第四題 第四題答案是選第四個 好 第五題 有關板塊構造學說的板塊這個要背起來 板塊就是岩石圈 這是課本的課文 板塊就是岩石圈 你要特別注意 板塊就是岩石圈 包含了海洋地殼跟大陸地殼 這個特別要注意 板塊就是岩石圈很重要 好 第六題 有關火山爆發的敘述何者是對的 找對的 火山爆發是由地 來 火山爆發是岩漿地殼 就是地震代壓板塊在 所以這不是搬運跟堆積 這個A不對 海底火山爆發這些直接會碰到 碰到 人的水 馬上碰到水 馬上變成了 我們最主要是玄母岩 這叫什麼 火層岩 這不是層積岩 層積岩 是火層岩變來的 所以剛碰到水馬上人確的這個就是玄母岩 這叫火層岩 所以你趕過來 火山爆發是到底地表高低起伏的原因之一 這叫內部的引力 內引力 沒錯 好 火山爆發都是地震引起的 不對 地震跟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會引起地震 知道嗎 好 然後地震不是每一次地震就有火山爆發 來 第七 因為它是板塊移動所造成 第七題 某次地震正央位於正央圈起來 花蓮秀林地震站東方44.3公里 也就是花蓮東方的近海 此次正央的位置可以推 來 花蓮 花蓮我們台灣是什麼板塊 太簡單了嘛 就是歐陽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的聚合運動 所以答案選第四個 我們台灣都是什麼 張列慶板塊 好 張列慶板塊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八題來 第八題 好 同學你看一下 這個題目 這是一個折奏 折奏 老師要跟同學強調 折奏就是岩石代表它 比較軟 我們叫做有塑性 所以它一定要比較深層 因為在深層底下高溫高壓 岩石才會比較軟 比較有塑性 所以它問你說 這裡的彎曲 好 你看喔 葉岩跟沙岩同時都彎了 所以它說 葉岩有可塑性 沙岩沒有 錯 兩個都有 而且月深底下的話 因為本身岩 它的這個層級岩會變成比較軟 變得有塑性 所以更容易形成折奏 所以第八題的答案是選C 第八題的答案是選C 好 你要記住 我們的折奏 折奏 都會在深層 它會在比較深的地層底下 因為岩石會比較軟 比較有可塑性 好 第九題 它說韋格納在大陸飄移說 提出南美洲東岸跟非洲西岸曾經吻合 這是發現是怎麼看到的 來注意聽 這是怎麼觀察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 但是它種種什麼 化石 為什麼 因為特別是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種子 因為種子很大的種子的話 如果一個植物它種子很大的話 它不可能被風吹飄過 飄過整個大西洋 對不對 那是太誇張了 你說海水 海水運送也不會那麼準 剛好南美洲的都送到非洲西岸 非洲西岸都送到南美洲東岸 那代表它們成績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光是那個以植物的種子來看 是就可以 所以這是化石的分布 好 所以第九題答案是選B 它有U 它有化石 有吻合的一個化石分布 好 第十題 中央級 中央級是什麼 海 注意聽 它本身是我們叫做海底火山 它是張裂線板塊 有地震 沒錯 張裂線板塊 它也是一個板塊交界帶 板塊交界帶 就是火山帶 就是地震帶 所以正確 好 這個是張裂 必要改成張裂 那海溝 台灣的海溝是聚合 不是中央級這個亂掰的 好 板塊 來 中央級兩側是同一個板塊 中央級是板塊交界帶 所以兩塊就是不同的 好 十一題 看圖 你要知道 熱對流 熱對流 所以這個題目你要特別注意 那海洋地殼 末路大陸地殼 你要注意海洋 那岩漿碰到的時候往下 岩漿 那箭頭就是岩漿的流動方向 岩漿的流動方向 所以答案要選B 答案選B 這個地球科學這個圖形 每一個課本裡面都有 同學要注意 海洋地殼 末路大陸地殼 那你要知道 喜馬拉雅山它兩個都是大陸地殼 然後擠壓 所以 喜馬拉雅山也是位於什麼聚合性板塊 好 十二 中央級跟海溝 來 中央級 中央級是張裂 海溝是聚合 所以中央級是張裂 海溝是聚合 所以答案是選B 聚合性板塊 聚合性板塊比較容易出現幾種地形 老師跟同學提醒一下 海溝 山脈 擠壓 海溝 山脈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逆斷層 比較容易出現逆斷層 還有折縱 這都是聚合性板塊的特色 好 第十三題 地震雖然造成傷害 也可以藉由了解地球的內部 好 注意地球內部 正圓 我們地球的正圓 最主要就是在表面的這個區塊 所以就是最離我們地表最近的兩個區塊就是 丁跟霧 丁跟霧是三題 答案選 第四個 深圓 地震 潛圓 地震都是在這兩層 這兩層 好 第十四題 台灣島大約位於數百萬年開始形成 台灣島的形成主要原因 來 台灣是位於張裂性板塊 所以板塊擠壓 台灣是位於聚合性板塊 是兩個板塊擠壓 菲律賓台板塊跟歐壓板塊 所以十四題 答案選C 是他們兩個板塊擠壓 然後讓台灣慢慢地 山擠高了 擠高了 那外面的力量在把它什麼 侵蝕下 所以答案是選C 好 十五題 十五題 來斷層 來 注意喔 這個斷層 你注意看一下 甲是上盤 上盤上移 乙是下盤 下盤下移 他沒有考你正斷層 逆斷層 你注意一下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甲對乙的話 乙對甲的話是向下 是對的 好 那甲乙是斷層的下盤 乙是下盤 所以要改成下盤 就是下方的延層 好 那因為你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 我們看的是 甲是上盤 上盤上移 下盤下移 這是逆斷層 逆斷層是什麼 聚合形成的 所以這是聚合 所以C要改成 這是聚合 聚合性板塊 所以C不對 好 如果由C向東流 由C向東流就會撞到甲 由C向東流撞到甲就變成湖泊 所以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的答案 正確的只有A 那如果河流是由東向西流的話 從甲流向乙的話 就會 才會變成瀑布 所以這種題目考試 現在月考 題目它本身的變化會越大 你要考清楚來 正斷層 逆斷層的第一 老師在課堂都跟同學講得很清楚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十六題 蘭美洲 蘭美洲的東邊就是大西洋 所以這個是張烈 張烈 所以來 乙 行 它是張烈 就是新的地殼 甲是聚合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選第四個 以致列骨產生新地殼 就是我們中央級所在 所以十六題答案是選豬 好 十七題 對於板塊構造學說的內容 何者是對的 中央級是張烈 海溝是在聚合性板塊 所以AB AB連合寫法 好 軟流圈的對流會造成板塊運動 正確 所以十七題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岩石圈 好 注意點 岩石圈不是只有海洋地殼跟大陸地殼 還有包含什麼 我們的地函的上半部 地函的上半部 所以它只講一半 所以第四個不對 第四個不對 好 以上就是這些四題的演練 今天的課程老師就和同學介紹到這邊 好 請教練 好 請教練 好 請教練